大浪一波接一波 海面上一群人穿潛水衣 背仰慶平 手扶着红色救生服条 运捕船人员把绳索扔向大海 让他们可以靠近船身 事发在5月7号 海巡队人员在澎湖海域运捕返程 经过锄头与西方0.8海里 发现五男一女在海面上漂流 判断是被海流漂走的潜水客 当时风浪不佳 海巡队人员不敢大意 花费约一个小时 终于成功把他们救起 而海巡队人员询问 为什么在海面漂流 他们只说原本在冬极雨 南方船前 与海流过急遭流走 但海洋志工觉得不对劲 一般的潜水客会佩戴相机等设备 但他们身上都没有 甚至还带了网袋 网袋里面还有东西 然后我们一一把它 那种什么截图来 来听歌来观看 还看到里面有龙虾 有那个很大很大的饭头线 然后所以我们就很 那个直接了当地知道 已经有这个那个 有盗财的情况 海洋志工说 这群潜水客在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疑似盗捕渔获 而没有取得渔业证照 擅自利用潜水器 才补水中植物或生物 可能会面临罚则 就会涉及违规潜水器渔业的部分 那么如果是一般民众 或是用自用小船 去触罚到这一块 是违法渔业法第六条 那么罚则会是 新台币三万元到十五万元罚还 渔获已经放回大海 有没有涉及违法相关单位调查中 只是最近有类似个案 以观光休闲潜水为名 涉及违法盗财捕 除了加强执法 也提醒民众 别为了自己的私语 非法盗捕海洋生物 不只会破坏生态 还可能荷包大失险 TVN新闻 陈正调子判 澎湖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